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所以对女王的印象非常正面 也非常推崇女王在公益事业 对慈善事业这方面的积极推动努力在世界上起一个领导的作用 以故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登基70周年之制 王室在英国和海外颁发 英女王登基白金熙纪念分赞 杨海峰是得主之一 不过获奖的兴奋就梦想挥之不去的遗憾 因为在9月6日他出席典礼获颁分赞 没想到两天之后就传出女王离世的恶号 他说自己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 多年来正是透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女王 才逐渐认识英联邦和军主制 以及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 从不知道或者到逐渐了解英联邦的体制 了解这个女王作为国家元首的象征 就是对国家的发展从正面方面起了很多推动作用 我们逐渐从这个不知到认知这么程度 有一个很大的跨越 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欣赏 还尊重女王的那种精神 就是过一个和睦的家庭生活呀 夫妻忠诚呀 多伦多都会大学管理学院的关键教授在10年前 即是2012年英女王登基60周年 获得英女王登基传戏纪念纪奉 他认为君主立宪对于今天是象征意义 和涉及意识形态 特别是从女王个人来看 毫无疑问对加拿大的发展起到正面积极作用 他真正留下来的一个责任就是外交 他还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平衡和一个友善 这样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慈善 他可能会在社会上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慈善的活动中会出现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比如说 节假日的时候圣诞节呀 他会女王会出来讲个话 这个对全国人民呢都有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另外呢就是他有一些奖励的制度 勋章啊 他因为他也代表着一些正面的一些向上的一些力量 所以加拿大人就喜欢 对加拿大人民的这个性格来说呢 我觉得就有一定的影响 你像咱们加拿大人不过激 是吧 也不就是在冲突方面呢 也不是那么显得好像特别的走在前面 女王勋章作为一种私人掌赏荣誉 多年来颁发给英联邦领土上 所有在世的为公共生活作出贡献 以及不同领域有成就的人士 涵盖了政府、文化、教育、慈善、艺术等范畴 近年来随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越来越多的华裔移民来到加拿大 亦出现华裔获班荣誉勋章人数增加的趋势 但是在参与社会公益方面 相比其他族裔和主流社区还是薄弱 所以女王勋章就起到连接鼓励 吸引的特别作用 第一是观念上的有差异 第二呢 从大陆背景 好多有经济实力的人 大部分都在亚洲、中国那边做生意 他们在加拿大时间比较短 在这边也可能坐游轮、出去旅游 所以融入和认知江大社区的发展 就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唤醒更多的人 认知江大民主社会 参与这个社区的发展 提高少数族裔的话语权 这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而加拿大作为英联邦的地位 令到从政府到民间历史上有认同感 例如是过去女王本人 或者皇室成员来访的时候 都普遍受到欢迎 大多数都认同 从女王作为推动社会积极正面发展的引渡力量 也能够客观评价君主制 美国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那它从英联邦中独立过来 我们呢就是属于英联邦的一个国家 跟这个英国呢它有一个这个历史上的一个陈属关系 实际上这种陈属关系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存在 但是呢加拿大就一直以来呢 从人民到政府就对英国呢老有那种比较亲善的态度 首先呢咱们就说个人层面 女王的存在呢是一个偶然性 她第一呢她这个在位时间很长 另外呢她是一个兢兢业业的 就是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 而且她也有那种维护传统价值观 传统皇室的那种尊严的那种努力 你看她在外交活动啊是吧 在家庭的这个关系上啊 她都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传统的那种尊贵 从这个英联邦这个体制来讲 它是一个松赏的这个这个一个联盟吧 这个英国在这个早期呢 这个殖民的时代呢做了很多这个 不受这个人们欢迎的这个事情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 从这个这个英国也好 还有这个英女王也好 都是作为一个这个积极推动社会的正面力量 积极引导这个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这方面 我去了很多国家像这个加勒比这个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自治岭也好 原来是英国殖民地也好 实际上跟英国这个非常密切的这些国家 或者导国这个发展的都非常好 反而这个就是说单独自治这方面自己这个去独立发展 于这个加入英联邦和在这个受英国领导下这个这个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很大的这个这个差距 我在这里不是鼓励这个殖民和这个这个统治被统治的这种关系 只是说呢这个这个英女王在推行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这个这个从这个贸易啊这个整个这个行政管理这方面呢 都对很多国家有这个这个积极正面的这个影响 虽然是这样大英帝国早期的殖民历史就备受批评 近年来更有质疑现代社会是不是还是需要对皇室宣誓效忠 甚至包括在加拿大都有声音呼吁废除君主制和摆脱英联邦 而在英国也有声音反对斑法女王分章的做法 认为是殖民化象征或者是美化殖民主义 到英国呢反对的呼声也比较大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就是劳民伤财 因为英国发的就很多嘛 他当时是40多万就是我们那一年 所以在社会上呢肯定就会有很多人是反对他那种东西 他认为他腐朽啊过时啊啊这种保守啊就是落后啊 不存在于现在的这种社会 所以这个这种争夺这种斗争实际上在皇室的生活中 你是都可以看到那至于这个君主制呢 我觉得君主制现在就是有名无实 他实际上呢没有什么过去是皇权无限啊 他现在没有什么皇权 他对这个可能皇家有一些土地是属于他 他可以控制整个来说他没有什么权利啊税收啊什么的啊 这个他也没有什么权利 真正的这个人员任命啊他也没有什么权利 他所以呢他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喜欢的人就接受 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呢也可以不理他 这种趋势在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联邦成员国家特别强烈 他们都要求取消英国君主在国家的地位 而成立共和国 例如去年宣布退出联邦 还有拒绝接受女皇勋章 德国加拿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立国 不同族裔融合的移民国家 女皇勋章所代表的和平 良善服务尊严 传统等人类社会美好价值 就历久离身吸引包括华裔在内的社区 获奖者更加很重视这个荣誉 我觉得这反映的第一呢我们华人愿意参加主体社会 华人呢愿意进入主体社会 愿意得到这个主体社会的这个认可 我觉得他们可能认为女皇的这个勋章也是一个途径 那另外一个呢表现表示出来呢 就我们华人的社区组织 在社会上越来越有说话的地位了 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呢 我是恭喜所有的人 从英女王来讲呢 他这个从登机的时候就急急参与 甚至在登机之前 他都去参加部队的这个后勤资源这个工作 深深体验到这个普通老虎大众的这个疾苦 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英女王 他的形式风格也一直有高贵优雅这一面 又能跟这个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 深受广大这个民众的这个爱戴和支持 所以呢他在这个这个70周年这个执政的这个期间 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这个事情 慕容质疑的是 女王登基70周年的白金熙纪念奋 被赋予特别历史意义 虽然2022年的圣诞节 普天下民众再无法聆听 伊利沙伯二世的祝福 不过透过一枚小小的勋章 就会传给一代又一代人 各位如果想重温以上节目内容 可以去到本台的网站 点击节目重温里面的传媒对焦就可以了 再次恭祝各位新年快乐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